和男友工作时,喜欢射在里面,我很担心怀孕,想拒绝他,但又怕他不开心,该怎么办? 这是最近一位女性网友的询问,一亿,为什么男性都喜欢内射?内射和外射有什么区别? 一亿,两者区别,体内射精简称内射,是指没有使用保险套的慰爱鼓掌中,男性在达到高点时在密到射精的情况, 体外射精又称中断性交法,是指在慰爱鼓掌时,男性即将达到高点时之前,及时将小弟弟请出来,使其透明液体洒在女性体外。 二,感觉区别,比起密道外发射,男性更喜欢在密道内发射的感觉,而且对男性来说好感度高出百倍, 因为密道内有柔和的触感、温润感,以及力道适中的包裹感,除此之外,男性在密道内发射,不管是从感情上,还是精神上都会获得很大的满足感。 佛洛伊德的心理学报告指出,男性会在无意识思念自己的原生地子宫,并极由射精,感受创造生命和诞生的喜悦感。 虽然说体外发射和体内发射所感受到的高点相似,也多了一层视觉强烈冲击。 但是,体外发射时,大约会有百分之五的空虚感,因此男性们大都偏好体内发射。 三,怀孕几率区别,内射,最易导致女性怀孕的行为。 如果女性正好处于排卵期的话,受孕几率会更高。 外射,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避孕方法,但也有受孕的可能。 因为男性在射精前,蘑菇头都会分泌前列腺液,前列腺液中也是有精子的。 虽然,没有内射中奖几率高,但也不能够完全排除。 二,体外发射的潜在风险有哪些? 一,心理影响,正常适度和谐的性生活能增进夫妻间的感情。 然而男方在女性为达到高点前若突然性中断活动,会给伴侣造成挫折感,令伴侣不满,情绪不悦。 愤怒或不安,长期可导致性冷淡,会对性生活产生反感,给夫妻之间感情蒙上一层阴影。 这儿有位网友的说法很形象。 你可以试一次用手弄到快出来就停止,是什么感觉? 那种悬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感觉,你就能体会到,女性在快要达到高点时,你突然出来,她有多难受了。 第二个风险,我把截头放这里了,大家可暂停下来,认真看。 三,女生对于内设有什么感受? 看看网友们的回答。 网友A,内和外都差不多,会有点感觉的是进去的时候,或者达到高点时。 网友B,不喜欢内设,因为接下来几天会感觉有东西流出,而且还有意味。 网友C,可以感觉到小弟弟在密道里的收缩和抖抖的感觉,还是比较喜欢缠绵后,紧紧相拥,感受对方之间的呼吸,以及他贴心善后的那种被呵护的感觉。 网友D,外设只有男生感觉良好,女伴有可能快要高点的时候,就把小弟弟请出来,心情不美好了,不过这种情况,一般戴上安全套就可改善。 网友A,戴套内设比较卫生又安全,两者都可以放松地共赴巅峰。 对于性爱放开心胸,诚实分享的情侣,彼此之间的感情会更加亲密。 展哥建议,无论选择何种方式,应事先与对方沟通,可行或不可行,安全措施也一定要做好。 其次就是两个人亲密互动,不论前戏、中戏,后戏也要照顾到,毕竟中了乐才是皆大欢喜吗? 我是展哥,十年专注男人的硬汉训练,即兴心理障碍咨询指导,如果有困扰,可找我帮你分析底层原因,制定提升方案。